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哈哈哈 接下来是你 霍庸 夏侯大哥 夏侯大哥 火庸 你竟然还活着 不 你应该已经不是火庸了 属于火庸的那一半魂魄已经毁了 现在的你是历经转生之后 以这人世之念凝聚重生的另外半分魂魄 叫做夏侯仪的那半分魂魄 哈哈哈哈 真是意外的结局呀 罗侯 你 你杀了兵里 火庸 不 夏侯仪 看来此战我们是不分胜负 既然如此 吴也得先做好降临今世的准备 以待天时来临之刻 哈哈哈哈 说来倒巧 眼前就有个不错的平体 寻击妹子 小心 这 这光照是 女娲的平护 那是七色彩石吗 原来如此 是风有女娲神之力的七色阴落 挡下了罗侯的凶众 不过她也因此而粉碎消失了 哼 又是女娲 不管到哪里都要和我作对吗 也罢 天时已过 幽吟之力已经开始减弱 既然如此 今天就先到此为止 咱们在幽界中再见吧 陆侯 等等 冰玲 我对不起你 我当时在你面前 奢言要与尊神对抗 可是 可是在尊神的面前 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你不是因为相信了我的话 因而断然拒绝了尊神的要求 那么你也不会遭到这神魂俱灭的惩罚 也不能只怪你一个 夏侯仪 封女侠说的没错 这并不是你的错 公主大人 你们来得正好 冰玲姐姐她 冰玲姐姐她 小公主 冰玲的魂精被罗侯所毁 我 我救不了她 我知道 夏侯仪 我全都知道 我已经尽快以天敦咒术赶来此地 可是罗侯降临的幽影 扰动了这里的天风地气 结果还是来迟了一步 只差一刻 我们就可以赶到的 唉 这是被天仪注定的宿命吧 可恨 这样的我留的一命又有什么用 冰玲她已经 她已经 唉 不可以感到她的魂魄依然飘散于此 那里面充满了对你的不舍和牵挂 可是 即使是以身为沾鱼的我之能 也无法将破散的魂魄重新收回到躯体里面 除非 这是 等等 有救了 夏侯仪 好在你的身上有质宝定魂珠 冰玲的魂魄与此珠产生了感应 正负七到定魂珠上 有了珠内的冰玲魂魄 加上十轮功的封魂秘移 我就能让冰玲再次返魂复活 不动尊者 此地可有行封魂秘移的良索 债女 倒逆生死乃是悲律的大罪 我们十轮功从不轻易实行封魂秘移 更何况 是为了罗侯使者的命 他们是因为心向我们贝利罗侯才会落到如此下场 难道我们不该处理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这理由不够 那我以债女之名请求你们之处如何 城塔最顶上的观星台还运珠药灵器 是个不错的处所 那就这样说定了 嗯 你把冰玲的身体平安带到了 好 咱们这就开始封魂之仪吧 天经地运 神灵化分 皆奉无名使兆 恭请四方神位 迎护此躯 凡辱之魂 成乎神分 发天阳刚化地阴煞 诸道轮回 成魂俱命 预兆禁魂 风铃戏破 诸为初始 反雀诸化 鲸鱼中的花魄已经引出 尊者 接下来就有劳你们了 安吉洛地 吉洛地 复日洛西地 你那些也有催oret 私下的奉行 桑属和护罗尼云扎帕方 分道 虞 艺赫方 以下 ルーヴ 澹 潑莱 itor 护方 红霸射罗加纳苏西地达耶稣婆赫 封魂之仪已成 夏侯仪 我们履行了我们的约定 希望你们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宅女 若无踏实的话 为防罗侯再次乘戏来袭 我们就先回地下续行真要大法 辛苦四位尊者了 咱们待会儿天书仪坐见 冰霓 是你吗 别急 她的魂魄刚回到身体 五感还要一会儿才会回复 咱们先看着便是 刚才的是 好炫目的光 好熟悉的风 这里 不是死案的虚无 我应该已经死了 我看到自己的魂魄 随着魂巾破成无数碎片消失 我知道那包裹周遭的黑暗代表着什么 可是 我为何还在这里 因为我还舍不得让你离开啊 冰霓 即使是片刻也舍不得 霍庸 我 我又活过来了吗 这 这不是梦吧 这当然不是梦 不过 你把它当作如梦初醒也好 在回去你的魂境之后 尊神一样把我的魂境给毁了 我之中 最后属于霍庸的部分也就此消失了 如今 真正成为夏侯仪的我 和经过风魂转身回来的你 已经永远脱离尊神的束缚了 千年前霍庸和冰霓留下的那场残梦 如今终于算是结束了 这 真的吗 这是我一直不敢梦想的事 这真的是 太好了 这当然是真的 不过 我们的使命并未随着这场梦而结束 在这之后 我们还得踏上最后一段旅程 前往罗侯城 峰值比方的天洞仪 保护我们所深爱的人士 免受幽淫之时 这会是今后一切的新开始 嗯 我明白 看来一切都没问题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先到地下的天书仪坐出去了 等你们准备好前往罗侯城时 就到那里去找我和不动尊者 不动尊者 咱们也该走了 等我们从罗侯城回来后 多的是悠闲聊天的时间呢 嗯 不动尊者 眼下的情况还好吗 目前 暂时由我和债女邀集的中原群豪 共主这镇药大法 以自己的修为 镇住这天洞仪的七根药柱 阻止七要距于天顶 从而缓住凶石的来临 虽然众人的真理种类混杂 但在大家的合力示威之下 现在天时是稳定下来了 这样就好了 对了 不动尊者 等我们准备好之后 却要如何登上罗侯城 在你们准备登城之际 我等则需逆行镇药大法 利用天洞仪的距离 在塔顶的天幕上造出石 让你们从那里前往幽营中的罗侯城 可想而知的 此举等于我们自开幽界之门 罗侯城可能会乘机降临京市 因此在你们进入幽营之后 我们会再以镇药大法 封闭幽界之门 待你们关闭彼端的天洞仪之后 遗鬼珠药开始回返原位 再无幽营入石之忧 我们便会再次逆转天洞仪 让你们经由那最后的石 回返人间 不动尊者 你这方法听来真是颇不可靠啊 若非正值千年凶事之客 明幽之杖可不会这么容易动开 此刻要让你们进入幽营中的罗侯城 这大概是唯一的方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虽然有点冒险 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不过我们此行乃是直闯敌阵 想必不会有休期采购之处 所以在登城之前 我们得先去好好采买一番 待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再请尊者行仪送我们上去 嗯 自是如此 事不宜迟 你们快去做准备吧 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呀 火庸还有兵离 你们变得更强了 远远胜过我刚创造你们之事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彼此相依互守的感情 还是因为你们想要保护 这个人世的心念意志 或许两者都有吧 尊神 您在创造我们之时 赐予了我们一切 却没有给我们心与魂的方向 在楼兰的八年间 我们慢慢地找到了这方向 而在转生退去 缠附魂魄的枷锁后 如今的我们知道 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战 知道什么才是无可替代的 或许 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吧 倘若如此 那你们就变成 非除去不可的障碍了 当初无以自己的魂魄血肉 造出你们时 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刻 幸好 这错误还来得及解决 那是我的魂巾 那好像是 冰里姐姐的魂魄 糟了 我们快阻止罗后山 此举是非无所愿 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也是身为反叛者的你 应得的惩罚 龙虎 住手 啊 冰里冰里 接下来是你 霍庸 霍庸 夏侯 下侯大哥 夏侯 夏侯大哥 霍庸 霍庸 你竟然还活着 不 你应该已经不是活用了 属于活用的那一半魂魄已经毁了 现在的你是历经转生之后 以这人世之念凝聚重生的另外半分魂魄 叫做夏侯仪的那半分魂魄 真是意外的结局呀 罗侯 你 你杀了兵你 火庸 不 夏侯仪 看来此战我们是不分胜负 既然如此 吴也得先做好降临金事的准备 以待天时来临之刻 说来倒巧 眼前就有个不错的平体 群姬妹子 小心 这 这光照是 玄儿 玄儿 救 救命啊 夏侯大哥 邦大姐 娘 救我 好一副灵取良才啊 你的身体就介无一用吧 罗侯 住手 夏侯大哥 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呀 既然已得如此家财 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 叛逆夏侯仪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等着五重临金事 幽淫立将三界的时刻到来 哈哈哈 罗侯 让他 贤妹 对不起 我不知保不住兵力 连你的性命也救不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射言与罗侯对抗 我还敢说有能力拯救着人士 夏侯仪 别太过自责了 这并不是你的错 小公主 冰妮和玄妹她们 她们被罗侯审 我知道 夏侯仪 我全都知道 我已经尽快以天顿咒术赶来此地 可是罗侯降临的幽营 扰动了这里的天风地气 结果还是来迟了一步 只差一刻我们就可以赶到的 唉 这是被天仪注定的宿命吧 公主大人 玄儿她还能救得回来吗 慕容姑娘 罗侯看上了她身体的天臣灵妇 要拿她当自己降临这人士的凭借 既然此刻她已退回幽界 慕容姑娘她自然也就 玄儿 她终究是 小时候我替她看过命 相命先生说她是北斗明臣 只经投胎转生 是以她天生灵欲名讳过人 和我全然不同 但那相命先生还说 她在十六岁上时 命中注定有一次生死相克 若未得到至高神保护身 则重冲必死 她今年正好满十六岁 是我明知此行危机重重 却还是把她带在身边 就是怕这件事发生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这就是她的命吧 可汗 这样的晚留的一命又有什么用 玄妹为此丧命 冰离她也已经 冰离的魂魄 已经在毁魄后散落在四周 无法辨别了 至于慕容姑娘 我还能感到她的魂魄 依然飘散在此 那里面 充满了对你的不舍和牵挂 可是 即使是以身为瞻鱼的我之能 也无法将破散的魂魄 重新收回到躯体里面 除非 这是 玄儿 我能感受到是她 等等 夏侯仪 好在你的身上有质宝定魂珠 慕容姑娘的魂魄与她发生了感应 正不断依附在定魂珠上 有了珠内的慕容姑娘魂魄 加上十轮功的封魂秘移 或许就能让她再次返魂复活 可是 慕容姑娘的身体已被罗猴夺走 此地留下的就只有冰梨的身体 这样做妥当吗 如果冰梨真的已经回殿法术 那么至少救回玄魅也好啊 或许她的容貌身形都会因此改变 但是假意时日 她总是可以慢慢习惯的 不懂尊者 此地可有行封魂秘移的两组 宅女 道逆生死乃是悲律的大罪 我们十轮功从不轻易实行封魂秘移 更何况是为了罗猴使者的命 他们是因为心向我们背离罗猴 才会落到如此下场 难道我们不该处理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这理由不够 那我以詹女之名请求你们之处如何 城塔最顶上的观星台 还运朱药灵器 是个不错的处所 那就这样说定了 下侯公子 玄机就拜托你了 嗯 你把冰离的身体平安带到了 好 咱们这就开始封魂之仪吧 天经地运 神灵画分 揭奉无名使兆 公请四方神位 迎护此躯 凡辱之魂 成乎神分 发天阳刚 画地阴煞 诸道轮回 成魂俱命 欲照禁魂 封灵细破 诸围初始 反雀诸画 诸围中的画破 已经引出 尊者 接下来就有劳你们了 此之后 贾罗地 接罗地 复日洛西地 哼 鸿魔盒 毗罗哲 那 陀罗尼耶 莎婆赫 哼 安法扎罗地利沙罗沙耶地傅里耶娜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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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魂之仪已成 夏侯仪 我们履行了我们的约定 希望你们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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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无踏实的话 为防罗侯再次乘戏来袭 我们就先回地下续行真药大法 辛苦四位尊者了 咱们待会儿天书仪坐见 兵力 不 玄妹 她怎么了 她的魂魂魄刚回到身体 无感还要一会儿才会回复 咱们先看着便是 好亮啊 这里是哪里啊 和刚才那幽暗的虚空全然不同呢 充满了生的气息 难道 难道这里是人事 可是 被罗侯抖走身体的我 应该是不可能再活过来的 因为我还舍不得让你离开啊 玄妹 即使是 让你以这样么活过来也 夏侯大哥 我 我又活过来了吗 可是这手 啊 这不是我的 这是 冰玲姐姐的身体 玄妹 对不起 是我把你卷进这场凶险之中 没能从罗侯的手下 保住你的性命 又自私地想游住你 只好让你以这个样貌重生 不 夏侯大哥 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自己命中注定 在十六岁那年泛冲必死 这是谁也没办法救的 只是没想到 冰玲姐姐竟然会掀我而去 如果已经没办法救回冰玲姐姐 那么 就让我代替她 守护你吧 夏侯大哥 如果以这样的样貌待在你身边 能让你再多喜欢我一些的话 我 我很愿意如此 不 玄妹 其实你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也不会把你当成冰玲看待 你永远是我的玄妹 这是谁都无法代替的 夏侯大哥 谢谢你 不管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能再这样回来和你在一起 这真是 太好了 看来一切都没问题 这样我就放心了 即使如此 你们阵中还是少了一员人马 嗯 这样好了 既然慕容姑娘转身为冰玲 那么就由我来代替她原先的位置 你说如何 什么 小公主你要亲自出马 不成不成 小公主 你身份尊贵 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可担当不起 你们这回的罗侯城之行 攸关十律天鬼能否修复 人世间度过凶时之劫 我于此也有切身之责 既然如此 由我跟着你们去总是比较放心 夏侯仪 你该不会认为我人小立威 卫族与伴吧 你身为神雀公主 能力自然是没问题的 那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 彼此彼此 不动尊者 眼下的情况还好吗 目前暂时由我和债女 妖籍的中原群豪 共主这镇药大法 以自己的修为 镇住这天洞仪的七根药柱 阻止七药聚于天顶 从而缓住凶时的来临 虽然众人的真理 种类混杂 但在大家的合力示威之下 现在天时是稳定下来了 这样就好了 对了 不动尊者 等我们准备好之后 却要如何登上罗侯城 在你们准备登城之际 我等则需逆行镇药大法 利用天洞仪的距离 在塔顶的天幕上造出石 让你们从那里前往幽营中的罗侯城 可想而知的 此举等于我们自开幽界之门 罗侯神可能会乘机降临京市 因此在你们进入幽营之后 我们会再以镇药大法封闭幽界之门 待你们关闭笔端的天洞仪之后 遗鬼珠药开始回返原位 再无幽营入石之忧 我们便会再次逆转天洞仪 让你们经由那最后的石 回返人间 不动尊者 你这方法听来 真是颇不可靠啊 若非正值千年凶事之客 明幽之杖可不会这么容易动开 此刻要让你们进入幽营中的罗侯城 这大概是唯一的方法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虽然有点冒险 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不过我们此行乃是直闯敌阵 想必不会有休期采购之处 所以在登城之前 我们得先去好好采买一番 待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再请尊者行仪送我们上去 嗯 自是如此 事不宜迟 你们快去做准备吧 霍庸 不下侯仪 看来此战我们是不分胜负 既然如此 无也得先做好降临金士的准备 以待天使来临之客 今天就先到此为止 咱们在幽界中再见吧 咱们在幽界中再见吗 看来我们的使命并未结束 在这之后 我们还得踏上最后一段旅程 前往罗侯城 封止笔方的天洞仪 保护我们所深爱的人士 免受幽淫之时 这会是今后一切的新开始 宅女 若无踏实的话 为防罗侯再次乘戏来袭 我们就先回地下 续行镇药大法 不动尊者 眼下的情况还好吗 目前 暂时由我和宅女邀集的中原群豪 共主这镇药大法 以自己的修为 镇住这天洞仪的七根药柱 阻止七药聚于天顶 从而缓注凶石的来临 虽然众人的真理种类混杂 但在大家的合力示威之下 现在天时是稳定下来了 这样就好了 对了 不动尊者 等我们准备好之后 却要如何登上罗侯城 在你们准备登城之际 我等则需逆行镇药大法 利用天洞仪的距离 在塔顶的天幕上造出石 让你们从那里前往幽营中的罗侯城 可想而知的 此举等于我们自开幽界之门 罗侯城可能会乘机降临京市 因此在你们进入幽营之后 我们会再以镇药大法 封闭幽界之门 待你们关闭彼端的天洞仪之后 遗鬼珠药开始回返原位 再无幽营入石之忧 我们便会再次逆转天洞仪 让你们经由那最后的石 回返人间 不动尊者 你这方法听来真是颇不可靠啊 若非正值千年凶事之客 明幽之杖可不会这么容易动开 此刻要让你们进入幽营中的罗侯城 这大概是唯一的方法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虽然有点冒险 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不过我们此行乃是直闯敌阵 想必不会有休期采购之处 所以在登城之前 我们得先去好好采买一番 待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再请尊者行仪送我们上去 嗯 自是如此 事不宜迟 你们快去做准备吧 啊 雅布斯先生 圣枪的情况如何 夏侯公子 你来得正好 我马上要开始净化圣枪的 最后一道仪式了 有你们在 或许可以进展得更快一些 哎呀那太好了 有什么我们能帮了上的 那就请诸位站在法阵阵眼处 帮助我完成最后一道 净化圣枪的仪式 好 愚者 妄想以虚伪的正义 刺穿邪恶血脉 无知愚蠢 黑暗的焚烟会将你们吞噬 在我 灰之王自深渊降临之刻 那那是阿玛菲特 不 不可能 是阿玛菲特 是他将我们带到这 优汉可布之处来的吗 他 他要做什么 古兄 冷静下来 这个灰之王的气息 这个灰之王的气息和我们之前遇到的并不相同 这一刻终于还是到来了 污血还在渗透 魔王竟败邪恶的归徒 亚布斯先生 那是什么意思 若是进化圣枪之人心有邪念 那么他必定会被恶魔附身 好在 诸位都是心灵澄澈之人 邪神的力量没有依附 只剩下一具胸利的躯壳 原来如此 他本是想将我们 拖入到这处幽暗之境 借助我们复苏 但是他的算盘落空了 那这么说 我们面对的 便是污血化形而成的阿玛菲特了 不错 而现在 就是进化圣枪的最后一道仪式 我将在这处幻境 将恶魔之血的力量完全释放 接下来 就靠诸位将灰之王彻底击败 一定会有本来 不 想到能够再次击败你 从而进化圣枪 我也很激动 愚者 带着你的废铁成为惦记我俗行之徒的白骨吧 诸位 我需在此继续执行进化秘遗 无法亲身参与这属于你们的试炼 不过 我会以秘法换出法阵 夏侯公子 借用这法阵的力量完成你们进化圣枪的试炼吧 好 拜托您了 雅布斯先生 炽热的血液流进我的胸膛 他低声告诉我 需要你们的灵魂作为献祭 猪娃 万亏 万亏 愚者 终有一日 我们死之王会采讨你卑微的正义 崇灵人事 所有恶魔在死前都会说这句话 那我也只有一句 我会一直等着那一天 也是不断战胜邪恶的每一天 我们已经成功地把圣枪上的血 血血出去并以新的外卯将它重铸完成 现在的圣枪虽然说不上是旧帽禁赴 但也已不再受到邪恶力量之爱了 在多少日子里 我一直都梦想这一刻 没想到 没想到这个心愿真的实现了 亚乌斯先生 真是多谢你了 这里的气息令人很不舒服 有什么话等我用秘法带大家离开这里后再说吧 总算要离开这幽暗的异界了 对了 古大哥 提前恭喜你 这还是多亏了大家 尤其是亚乌斯先生 终于返回到人间了 亚乌斯先生 多谢您 谢谢亚乌斯先生 和我一样来自遥远西方的年轻人 若我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圣枪的继承者吧 我不知道你是一心追求信仰与神迹的前程信徒 或是热切于追求权势与功力的野心家 不过既然圣枪选择了你为继承者 那么我希望能以修复者的身份 听听你为何想要圣枪的理由 然后再给你一些适切的忠告 理由 这要说到我十七岁的时候 我的本名叫做葛伦赫图兹 是巴伐利亚大公爵 凯尔丁赫图兹的独子 也是领国的第一继承者 哦 试镜试镜 原来葛伦阁下是出身名门的骑士贵族 令尊凯尔丁公爵曾经参加十次军之役 他的永明功绩传遍天下 父亲在收复军事坦丁堡一战时 为伊斯兰刺客的翠独匕首所伤 当他最后被送回巴伐利亚时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临终之际嘱咐我 继承他的地位与遗志 从异教徒手中抢回圣枪隆基努斯 但我的叔父不甘让我继承公爵之位 串通了父亲旧日的重臣 密谋暗杀我 幸好我的老师葛梅尔先一步得到消息 半夜里带了我逃出城堡 我这才逃过一劫 古大哥 我们通行了这么久 却从未听你说起自己的过去 没想到你曾有这样的遭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流浪岁月啊 叔父生怕兼谋败露 因此他一面对外发布消息 说我过度伤心而殉死 一面不断暗中派人追杀我和老师 在我们这段流浪之旅的途中 老师偶然间听到了有关楼兰巨大力量的传说 他认为这会是我有朝一日复国的希望 于是就和我在甘州住了下来 直到我们意外被盘杀保重索秦之前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楼兰的秘密 在那之后我就遇见了夏侯兄弟一行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葛梅尔前辈临终前所说的那一席话 原来是为了这个 是啊 身为学者的老师 憧憬楼兰的传说之力 但继承贺图兹家血统 从小学习武艺的我 更相信的是 能够让我牢牢握在手中的圣枪 而除了复国之外 寻回圣枪也是父亲托付的一命 这两件事对我的非凡意义 就是我之所以想要圣枪的原因 亚布斯先生 这个理由您满意吗 我十分满意 各轮各下 我知道圣枪为何选择你为继承者了 虽然经历这么多的历练与磨难 你的心思依然长保赤子般的纯真 我相信圣枪在你的手中 必能实现当初神用他净化世界的大望 不过在将圣枪交给你之后 还有一件非告诉你不可的事情 先生请说 根据卡巴拉密仪的记载 圣枪神力并非来自于救世主的鲜血 那只是基督徒用来证明圣枪属于他们的借口 这把枪早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便已存在 所谓的圣枪龙基努斯 其实是神兽与人类对抗至高邪恶的最终武器 继承者必须以邪神的血 让圣枪的力量重生 才能证明自己拥有迟使他的资格 若没有经过这个励志仪式 圣枪只能发挥一半不到的力量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却要去哪里寻找邪神 我又如何知道我完成了力之仪式 圣枪的继承者 这就要靠你自己去找了 若你完成了力之仪式 圣枪自然会让你知道的 我能说的就到此为止了 亚布斯先生 多谢您的忠告 我一定会好好使用圣枪 绝对不会辱莫他的威名 我也相信如此 相信命运会为你们指引方向 我就不多啰嗦了 你们去吧 愿圣灵与你们同在 小心 有妖魔 这一路经历这么多 这些妖怪早就不足为惧了 刚得到圣枪的古大哥 是迫不及待要上罗侯城斩妖除魔了 既然如此 咱们就速战速决吧 黄沙便是楼兰了 想来 这黄沙已吹拂了千年万载啊 那么久 地上的妖怪反反复复总是那些 我早就站腻了 就等着看罗侯创造的妖怪 有什么能耐 没准罗侯神偷懒 我们过去发现那边的妖怪 和这里的差不多 古兄 你岂不是要失望了 哈哈哈哈 当那个时候我就拿罗侯撒气 和夏侯兄弟一起站个痛快 罗侯神要是听到古大哥的话 估计会怒到蹊跷生烟吧 不过 罗侯神的实力高深莫测 此刻虽是打趣玩笑 到硬碰硬之时 还需万分谨慎才行 嗯 咱们铁定是要和罗侯神站到底了 夏侯兄弟 你可别想抛下我们 此行凶险万分 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大家 卷入这凶险的漩涡中 还是找机会和大家说清吧 走走走 前面就是罗兰了 石轮功的这个老头等得不耐烦了吧 夏侯仪 你果然在这里 看来江湖传言不错 这诡异的罗兰变故 果然和你们脱不了干系 怎么 你们也是来灭掉我们的吗 尽管放马过来吧 好大的口气 受死吧 风姐姐 古大哥 玄妹 再往前就是楼兰了 前路自然极其凶险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绝不谢责必认 此行的艰难可期 我也希望能再接踵大家的力量 但 你们也看到了 此行无论正邪 我和兵梨已被卷入宿命的漩涡之中 我不能为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强调你们卷入这凶险之中 所以 要不要继续跟我前赴此行 我想让大家在此做个决定 我绝不勉强你们 夏侯兄弟 你这话就太见外了吧 自从咱们相遇之后 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次 要打退堂鼓 早就打了 何必等到现在呢 管他幽阴也好 罗侯城也好 只要是你和兵梨姑娘要去的地方 那就算我一份便是 我还没过足听你叫风姐姐的瘾呢 所以这趟罗侯城之行 我也是去定了 多谢你们 有了大家这份心意与承诺 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 夏侯公子 我们铁为中土各派之掌 却得让你负集这深入抑郁的重责大任 实在令我们过意不去 因此 这掌阵阵要的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虽然不能和你们同往共振 至少我们也能为此事尽点绵薄之力 公孙掌门 您太客气了 我想有您们掌阵阵要 我们一行必可无所忧虑地登地罗侯城 夏侯公子 很遗憾我们受斋女所托 必须留在此地运法镇药 没能亲自和你们前去罗侯城 因此生命的事情 就拜托你多关照 风姐姐无论是武艺还是计谋都十分了得 这一路上我们还要托他出谋划策呢 嘿嘿 罗侯城嘛 真羡慕你们可以看到天下无双的奇景 也希望你们能活着回来告诉我们 你们到底在那看到了什么 夏侯公子 罗侯城乃是幽营虚记的中心 幽神罗侯的居城 想来绝非我们以常理所能想象之地 无论如何 你们在那里一定要多小心些 嗯 多谢前辈嘱托 晚辈紧记在心 夏侯公子 虽然我们秀为低浅 但和我们私人之力 应该还是可以派得上用场 这运力正要的工作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夏侯公子 笔方的罗侯城 乃是完全未知的领域 因此在你们抵达之后 最好先寻找安全的休息地点 作为根据地 才能安心进行之后的探勘 夏侯公子 深入罗侯城中 封指笔方的另一部天洞仪 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 但不论如何 这件事也只能拜托你了 夏侯公子 你们一定要加油 我们也会在这里加油的 嗯 谢谢大家 夏侯仪 你们自信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就带罗侯城进发了吗 我想应该差不多了 不动尊者 为我们开启罗侯城之道吧 好 那咱们就开始吧 夏侯仪 由你先以将要之一的法门 引动天洞仪的七根要柱 让游影距于此城的上空 好 接下来是神术定戒咒的秘法 神术定戒咒 那是玄妹的师兄杨云左 夏侯仪 你们来了 我等你们很久了 杨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 再者 我们马上就要施行降药之仪 这里将会被逆元药力笼罩 请你先退避一下如何 夏侯仪 这个我当然知道 将要之仪 我等这一刻等待了千年 我今天就是为此而来的 你不会忘记了冠凶之恨吧 我拥 千年 莫非你 莫非你是 没错 霍庸 就是我 你一定还记得的 现在是把千年前未经的旧事 救个了结的时刻了 我总算可以献出真正的本来面貌了 小师叔 他 他人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大概知道他是谁了 他是千年以前 和我们在天书仪座前交过手的 五音殿左侍殿主恶将军 向印 好久不见了 剑士兵力 承蒙你还记得我 向印实感荣幸之之 你当年那惊风破雷的决裂一剑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呢 果然是你 向印 就和千年前的副介子一样吧 你以杨云座的身份 再次来到人世 跟在后面窥探我们的一举一动 可说是用心良苦 但你为何这么大费周章 若你想要阻止我们的话 一开始就动手 不就行了 千年前那一战 我在不得已之下 以经济行险打倒你 暂时阻止你完成将药之仪 才为天庭和人间 争得这千年的余裕 虽然侥幸不负上命 但我对于没能光明正大的取胜 始终耿耿于怀 我知道你必会实现七年后 卷土重来的诺言 也期待再次和你 堂堂正正一战的时刻 因此 我请命再次转身回人世 以神武官弟子杨云座的身份 等待你出现 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并在必要时现身和你一战 原来如此 那你现在挡在我们面前 又待如何 打算现在清算 这千年前的救援吗 不 出我意料的是 转生之后的你变了 就像在天上一分为二的 暗星罗侯一般 你非但没有成绩或佣的意志 反倒希望以一己之力 来阻止凶食 我自是喜悦于 不用再与你为敌 然而就在我回报此事之际 剑使兵力却一时背离了你 私自完成了我们 最是忌讳的将要之仪 如今九要遗轨已动 穷仓天幕弹指之间 便将绷战 只颤一步 幽冥便能入席这个人事 这是自明幽定分以来 未曾有过的危机 我因为轻忽此事而身负失职之罪 而为了即将来临的凶食之客 此刻天界已在点兵掉将 风云变色 为千年来所谨鉴 那不是兵离的错 即使如此 我们来此行事将要之仪 准备冒险前赴幽吟换戒 你也应该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当然明白 夏侯仪 我知道你希望自己解决此事 但你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你可知道若你们此行失败 人事将会如何 即使有十轮功插手此事 天庭依然不敢轻冒此邪 而为了向上命残请 我只得出面亲自确认此事 若你们打败了我 证明你们却有与罗侯神匹敌之能 我向印甘愿以自己向上命担保 战缓出兵决战之举 让你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此事 但若你们败在我的手下 那便如何 那便证明你们此行绝无圣迹 去了也是白去 如今天庭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等待凶石来临 天幕大开之际 由三万天军徽军攻入幽阴 毁破罗侯城和其中的天洞仪 在以天火黄石修补战列的天幕穷仓 只是这番激战下来 如同天地重造 皆是星仪要动陆禅海生山河一位 在此巨变之下 只怕顾不得苍生万物的性命 若非情不得已 我们也不愿如此 夏侯仪 向我证明你们的力量吧 否则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这随你战斗千载的两只神兽 又能有什么新发样呢 项印 我很期待 火箭使见笑了 这千年之间便得要核之你一人 火箭是故随梁 火箭器有什么 火箭是3 火箭尼 火箭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放心地交给你们了 夏侯爷 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因为你们曾是让我屈膝认输的罗侯双使 那么 谨助你们此行顺利 没想到小师叔会是天庭下派的神将 不过夏侯大哥 他却意外地对你十分敬重 或许是对你这个千年前的好敌手 有着一份津津相细的友情呢 或许吧 没想到昔日之敌却成了今日之友 而曾是罗侯双使的我们 如今要向尊神行着武秘之举 或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吧 不论如何 现在可不是在此感叹的时刻 冰黎 我们得快一点 降药之仪的时机可是稍重即逝 嗯 你到我对面的悦之位去 待会儿和我一同念诵你本命星祭都的真言 开始施展降药之仪 你还记得吧 嗯 我自然记得 隐照我的守护本心 祭都的真言 和你的罗侯真言同为尊神所受 好 我们这就开始了 地下的天洞仪和降药之仪起了感应 现在天幕为两道无方距离逆隐双分 这道隐道的神光直抵观星塔顶 正是我们成黑龙植入幽营的时机 尊神 还有我们昔日出生之地的罗侯城 等着吧 我们来了 哇 这景象 这地方是 真是太惊人了 我们穿过天岭那仿佛没有尽头的幽云暗雾 来到了这座隐墨在龙子幽物之中 即使穷木四周也无法觐见的巨大城寨 夏五兄弟 这就是罗侯城吗 谷兄 你瞧这平台的饰样和材质 无一是咱们在人间所曾见之物 如果这里还不是罗侯城 我也想不出这里会是哪里了 这永远灰暗朦胧的紫廟幻物 和那久违了的幽灵气息 虽然是来自于我们到人世之前的印象 但这是不会错的 这里就是幽营之中尊神的居城 罗侯城 是啊 罗侯城 我们真的来到这里了 这座位在永暗幽营中的幽神城寨 就是暗星济都与罗侯的原体 也应该就是我们的出生之地 可是 我却没有对这里的印象与回忆 仿佛最初的一切就是由家下之窟开始的 是尊神没有给我们这回忆吧 嗯 我想应该是如此 尊神似乎并没有打算让我们回到此地 这么说来 城内的一切秘密和天洞仪的所在 都得靠我们自己摸索了 一帝 咱们曾经一起闯过了多少天地起锁 我想这对于你来说一定是没问题的 风姐姐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 咱们自然是先叹了再说 嗯 在这之前先把谢鱼给收回震聋之域内吧 谢鱼 你怎么了 你胆敢不听我的使唤 你脑袋哪里不对了吗 我看脑袋不对的是你们吧 你们自以为能胜得过幽吟的主宰罗侯神 我可不想把自己的行魂葬送在这死案的无边幽景 要送死的话 你们自己去吧 夏侯兄弟 看来这条黑龙真的拼了命要造反了 咱们这就准备迎战吧 古大哥 既然如此 咱们这就让他知道谁才是主子 在那小小的狱里 我也不要跟你们一起陷身在这片幽影之中 倘若如此 我宁可 不 朕龙之域 毁了 真没想到 他宁愿失去千年的修为 自毁经破 也决心要毁掉朕龙之域 解开束缚 没有了谢鱼 咱们就无法直接飞越幽吟 再次回到明土人间 看来只有在城内另寻法门了 既然当初尊神能将我们由此送到人世 我想那就一定还有其他方法才是 嗯 你说的没错 反正担着心也没有用 咱们还是入城开始探查吧 我会 罗侯城 位在吾暗幽吟中心的 幽神罗侯的永恒城寨 是天河上的暗星祭都与罗侯的真面目 也是一切石的根源 如今 我和冰离再次回到了 我们出至此世之地 为了将石永远与人世隔绝 但是 这巨大的异界之城 却如此空洞幽暗 除了徘徊于各处的幽兽发出的会席之外 只剩下丝毫不带其他活物生气的死案 不 罗侯城不该会是这个样子 幽神罗侯的卷族 也就是这座城寨的主人们 必定还在这城的某处 这座城寨的幽幽气息 难道是 罗侯力量加持的幽界守护者 大家小心应对 又是这席人的煞气 哇 好一个华丽的大厅 我们所在之处就是神夜之厅吧 这大厅的摆设 气势奇异中带有非凡气派 果然是有幽神罗侯的风格 相信在遥远的过去 在霍雍和兵离来到这世界前 罗侯的卷族也曾群集于此商议要事吧 不过 这大厅似乎已许久没有使用过了 现在的此地和城内其他地方一样 只弥漫了无声气的死案而已 那是 三幽药 可恶 先解决那些妖魔再说 这块奇异的金属片 上面竟凝聚着十月暗星祭都的药力 莫非这是罗侯城三幽药之一的祭都之药 这个怎么会放在这里 根据霍雍所残留下来的记忆 得要有了祭都 罗侯与太虚三把幽药 才能自由使欲罗侯城内的一切 既然祭都之药就在眼前 那就先把它取走吧 这真是一柄奇异的钥匙 不知要如何使用它 嗯 在途中再找机会试试看吧 嗯 按照霍雍蚕石 前方应该设有某种类似中转的装置 我们继续走吧 嗯 幽暗中的巨大平台 莫非就是 是了 位在左右和上方的秃雕符记 就是祭都 罗侯和太虚的符号 根据霍雍所留下来的记忆 这里应该就是神移星台了 无比巨大的罗侯城 是有几个主要部分构成的 这些部分彼此并不直接相连 而是需要经由这些神移星台 才能够一顿前往 至于要怎么做 得试试看才知道 这是太渊阵座 在黄道天河之中和太初之位 分属明幽之界的两阵星之一 若在这上面放上什么东西 似乎可以引动风阵与此的力量 嗯 将方才获得的忌毒之药 放到这太渊阵座上吧 这地方是 虽然淡薄的令人难以察觉 但我还是可以感觉到 这里隐约有一股生命之气的脉动 是的 霍庸的记忆里还有对这里的印象 这里是创命之间 罗侯神展现宿命的大能 创造祭剑二使的地方 也就是昔日的我和兵离的出生地 这里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创世之秘 必定和我们的出生有着切身的关联 只能希望我们在这里的种种探索 能为我们解答这一切的疑惑 啊 这是画书灵作 罗侯神以此调制忧扰 塑造为生命的速胚 以前的我和兵离应该也是他所创造出来的 看来这个画书灵作依然完好可用 只可惜连霍庸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它 而那块奇异的基础片 上面竟然凝聚着 时日暗星罗侯的要力 这应该就是三优药之一的罗侯之药 没想到竟然会被放在这里 罗侯之药竟然这么容易就到手了 想必最后的太虚之药就不会这么简单 嗯 我得赶快回神移星台 试试看能否用它开启新的道路 方才那把钥匙是个宝贝 不然这些怪物也不会穷追不舍 哈哈 那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前面就是神移星台了 大伙速战速决吧 哈哈 几番站下来 那些妖怪也不过如此嘛 回到了这神移星台 将方才获得的罗侯之药 放到这太原镇座上试试 根据霍雍所留下的记忆 这里应是保存罗侯城中 一切记录的封仪之间 而分裂在房间四角的四块石碑 就是以封念之法 记录一切的封念幻碑 眼前的是罗侯幻碑 这幻碑以罗侯神 所留下的封念方式 记录有关城内天洞仪 和珠般奇构的一切 这对我们在此的使命 绝对大有帮助 我能以手上的戒指 来聚念神官幻碑内的记载 遗憾的是 霍雍之魂已离我远去的此刻 我只能看到内容不定的 残篇断解而已 天之旗一时二 九魂天洞仪位于罗侯城内 置身之处 其与城内他所完全隔绝 须得使用太虚之药 才能抵达 太虚之药 看来要想办法得到它 才能寻到天洞仪 朔之旗三十六 环尘殿位于这罗侯城的 最顶层处 此殿摇队名幽剑阁 影护太宇天环 以天轨黄道之行 罗布九药二十八秀天阵 此阵之力与九魂天洞仪相生 戏剧无方幽吟于中央的魂史太虚之中 唯有环映祭都罗侯之礼于环尘诸相 方能入临太虚之境 太虚之境 会是太虚之药的所在之处吗 先返回神仪星台 看能否前往环尘殿吧 眼前的是太初阵座 在黄道听河之中 和太渊之位分属明幽之界的两阵星之一 若在阵上面放上什么东西 似乎可以引动风阵于此的力量 接下来将罗侯之药放到这太初阵座上试试吧 哇 这里是 我们这回好像来到了城外 嗯 瑶队明幽间阁 应呼太语天还 这位处罗侯城最高处的高台 想必就是罗侯幻碑里提到过的环尘殿了 古大哥 只是不知怎的 忽然觉得像有事情要发生 不自觉的就想走到这看看 连一向顿感的古大哥也开始变得敏感了 这罗侯城果然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等等 我感觉到有人正用一顿法术向此而来 那是本门的咒法 莫非 是你们 这还真是巧啊 黄府宝主 三师兄 果然是你 黄府宝主 好久不见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 我们自己可是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来到此地 却不知你是怎么上来的 是你们在观星台顶用降药之仪开启了天幕 那道从幽吟中恍然下映的引道光轨 与我来说就像京城大道般的平直 夏侯仪 你以为这罗侯城就你们上得来吗 别忘了我有着和你同等的暗星之力 黄府宝主 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 可是我们不是上来这里玩的 我们担负着风指城中的九魂天洞仪 让人间度过此凶劫的使命 你没有忘记吧 我在华穷殿就对你们说过了 我要完成属于我的天命 找回属于我的未来 那就是取代你这蠢蛋成为新的罗侯使者 对了 方三一股奇异的力量干扰了我的一顿咒法 生妹 这该不会是你的杰作吧 三师哥 我知道你用的是本门一顿神法 以我的这点修为还阻止不了你 但若你自甘沦为幽神毁破人世的马前卒 我就绝对不会再置身事外 生妹 这才是属于我的天命啊 自从我被逐出师门以后 我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此刻谁敢阻挡我 我就毁了谁 即使是你 也一样 三师哥 输不奉陪 皇府包住 封止天洞仪之事 极观重大 绝对不能有所差错 若你来此 是打算站在罗侯使那边助纣为虐 那我们就只有先对你动手一图 哼 等我继承了罗侯使者之力后 我自会在尊神面前把你们全都送下地狱 咱们是迟早要拼个死活的 不过等那个时候再说吧 咦 怪了 我的枪怎么在手里乱动 古伦德 你弄什么鬼呢 想偷袭我吗 皇府包主 你这话也太无礼了 男子汉大丈夫要打就打 何必搞什么偷袭啊 是这柄异国骨枪忽然在我手里抖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 三师哥 你不要紧吧 这力量 这柄枪是 你 你从哪弄了这柄枪的 别误会 不是我有意偷袭你 是这柄枪他自己忽然刺了出去 我连抓都抓不住 哼 虽然我说不上为什么 不过这柄枪似乎正是我的克星 既然你们得此力气 那我就不奉陪了 咱们下回在尊神面前再见吧 三师哥 等等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柄枪到底怎么了 忽然间不听使唤 就像看见猎物般自己出手 哇 这会儿枪又热了起来 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从枪里面涌出来 这是 一国骨枪 整个变了个样子 这怎么回事 古大哥 我想起来了 还记得雅布斯先生 把一国骨枪交给我们之后 对我们所说的那一段 没一般的话语吗 圣枪的继承者 必须以邪神的血 让圣枪力量重生 才能证明自己 拥有迟使他的资格 没有经过这个励志仪式 圣枪只能发挥一半不到的力量 若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那时是这样说的 等等 莫非 莫非这就是力之一事 邪神的血 原来是指三师兄的事 没错 师父在明言将他逐出师门的原因时曾说过 三师兄有着地界之民的血统 是传说中的太古邪神吃油的后裔 风姐姐 我不知道还有这般原委 那么皇府包住他 没关系 这样也好 既然三师兄心意已决 我们也好在心里有个准备 一弟 三师哥他虽在圣枪的力量下败退 但他的咒术修为远在我之上 只怕他现在已经以咒术一顿到了城里 开始次处寻找罗侯神 所以咱们得加快脚步才行 若让他先继承了罗侯神的真力 咱们便会多出一个难缠的对手 风姐姐说的是 咱们调查一下这附近 找到通往太西之境的路吧 这罗侯神还是要时刻小心才是 等等 前面好强的要力 我也感到一股逼人的力量 怎么回事 我也动不了了 我想这应是防范外族的要力 属于罗侯眷走的我们 应该能承受这力量 大家在此稍后 我们想办法破除这要力 这是五要之塔 根据霍庸魂魄魄中的记忆 在罗侯城最底层的基部核心处 有五座封阵五要破惊的宿座 其五要之力摇映基督罗侯两岸星 构成罗侯城外环要力之处 不过霍庸对这五塔的所知 也就只有如此而已 是因为这击成了霍庸 一半幽界魂魄的原因吗 行之此处 连我也被这要力所伤 若我推测不错 想继续向前的话 必须取向那五枚晶石 破除环绕在周围的要力 你摸动 我来 守护在此千万年的妖怪 看似已经沉睡 但若是靠近 势必会惊醒他们 要想取得全部晶石 还须仔细筹划 伤口好些了吗 幸好有你 现在已无大碍了 没想到这些晶石 和刻盘碎片一样 不过 既然它有 逆圆之力的保护 将来一定会有用的 那股害人的力道被破了 突破了五要之塔后 原本一万的前方 突然显现了一条通路 之前四周弥散的要力 也减退了 即便如此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咱们继续前进吧